WOW! 現在的跟台灣的價差跑鞋在日本買會不會比較便宜 我們來看一下初階款跟進階款的跑鞋的價差 1700的差價 這雙鞋跟台灣退稅後的價差來到了1500塊 這個顏色台灣還沒看過耶 可以考慮耶 如果有來日本的話可以順便帶一趟回去 這個鞋的顏色台灣還沒上 了發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哪家Andre 我們今天又來到了東京 現在來到 應該算是這邊 潮流區最密集的一帶 也就是在表參道 然後我們待會準備去元素這邊的Nike看一下 目前已經是來到了2月底3月初 應該現在已經3月了 現在的跟台灣的價差跑鞋在日本買會不會比較便宜 我們來看一下初階款跟進階款的跑鞋的價差 3779 我們剛剛找到的價錢是4500 所以如果其實在這邊買這算是Zoom Fly 5 算是中階跑鞋的鞋款 蠻多人拿來當訓練鞋的 如果是以扣完稅的價錢3779 差價大概在700塊 這是沒有折扣的情況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是Nike Fly的價格 第二雙是 這是大家很火紅的 Nike的NEX PAR第二代 這雙是那個 這是香根異傳限定版 然後NEX PAR II 28050 台灣現在定價大概是在7200 5600 這雙價差有大 如果這雙定價就5600 台灣定價7200 價差的大概有 1600元 NEX PAR II在這裡 價差有到1600元 而且都是未睡喔 對 這是可以未睡價 這次顏色在台灣應該還蠻少見的 但我記得第三代要出了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對啊 我們再來看一雙比較入門的 這雙是台灣剛上市的 是Invisible 就是比較緩正型的 也是很多人說可以拿一張初階練習鞋 所以它超軟 因為這個中底應該是它新的 然後在台灣定價 大概跟Zoom Fly價錢差不多 是5500元 我們來算一下 在這邊定價是22000 22000 乘以0.9 才4400 欸 價差也是有 1100元的價差 所以其實 在日本的Nike 就是原廠的店 幾乎都有 500到1000塊的價差 所以如果 你想買一些比較新的鞋款 在這邊好像還蠻值得的 而且這個鞋子 這個材質好軟喔 真的很厲害 在台灣好像 剛上不久而已 感覺很適合當一雙訓練鞋 有機會再開箱給大家看 下一間店 我們來到了愛迪達 我們來查看看 一般的訓練鞋 像SL 或是Boston系列 甚至到Pro 還有這個Premium系列 在日本的價差會是多少 走吧 Adios Pro 3 這個顏色 台灣還沒看過耶 所以如果這影片 我們上得找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台灣之後會上的顏色 Takumisen 目前我在官網上也還沒找到 但是好像店鋪上已經有了 這就是Boston系列 好 我們先從 入門的鞋款開始看價錢吧 這邊的未稅價是13000元 這是 愛迪達的訓練鞋 SL 台灣的定價呢 是3490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價差 13000 29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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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差大概500元 入門鞋款的價差500元 接下來看Boston系列 Boston在台灣的 定價大概是4690元 然後這邊的未稅價是16000元 16000 3595 3500元 跟4600元 價差1100元 所以中階鞋款的訓練鞋 就已經來價差1100元 看一下更頂級的 Pro3 Pro3在台灣 目前的定價是7500元 有沒有 Adios Pro3 來看一下 這邊的定價呢 是24000元 未稅 24 000 5392 5392 5392跟 7500元 差1800塊 幹 1800塊 哇 如果差1800塊可以買到最新的顏色 可以考慮耶 如果有來日本的話 可以順便帶一攤回去 這個鞋子 鞋子的顏色台灣還沒上 好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 TOKYO ASICS ASICS RUN TOKYO 念錯了 亞瑟士也是近期跑著很多 蠻多人穿戴的一個品牌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的初階中階高階跑鞋有沒有下差 東京馬限定款 對亞瑟士東京馬鬆贊助商 我那天來就有看到很多限定的內容 這裡剛好是亞瑟士的跑站 因為對面就黃橘 其實很多人來這邊借鞋子 然後前面也可以灌洗 OK 找到我們要看的 誰雙 在台灣GT2000 超多入門跑者都穿雙 一雙跑鞋 定價大概3780 然後我們來算一下這邊 大概是14300 14300乘於0.9 2888 大概有 哇 900塊的價差 入門的GT2000 我們來看一下進階一點的訓練鞋 Nimbus台灣大概是賣 4980 然後這邊是 19800打9折是 3900 所以價差大概是1000塊 也是蠻多的 如果退稅之後 這是比較舒適的跑鞋 台灣的MAGISP大概4580 也是很多人喜歡的練習鞋 0.9 3300 等一下 3300 這雙價差1200耶 是喔 有點多耶如果退稅之後 而且顏色比台灣多 它甚至還有東京馬的限定配色 可是定價就稍微貴一點 大概貴2000塊 限量才好 對 最後我們來看這個 是最頂級的SKY系列 META STYLE 算是他們的競賽鞋 7280 就碳版的 超輕的 而且這個顏色也是 這條比較少見 27500 乘於0.9 5500 7500 1700的差價 欸 這雙鞋跟台灣特稅後的加差 來到了1500塊 所以其實好像真的在這邊的價格跟台灣比起來都滿有空間的 在頂級鞋款 OK我們應該是目前在市面上比較主流很多跑者穿的跑鞋 那其實我們身後也有去看Holka 但是Holka的價差不大 在台灣買其實更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在台灣買就好 那其他品牌呢 基本上如果是入門跑鞋 價差可能都落在500塊以內 就是我覺得沒有價差到很大 但真的比較有感的可能是比較頂級的 碳胸圍版的跑鞋 如果真的在這邊買 退稅之後的價格都差到1500元以上 當然大家還是要自己比較一下 有沒有電商平台有更便宜的優惠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的跑鞋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你的家長之類 希望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接下來你準備入手哪一雙跑鞋 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好了 那還不是 我們按讚、打平和親,描述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買了 我們可以做一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